洪武三十一年五月,明王朝送走了他的缔造者朱元璋,但冥冥之中,一切似乎早已注定,就在同一年,浙江乾塘县太平里的一户普通家庭,一个男孩咕咕坠地,这个孩子便是未来拯救大明王朝的于谦。 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,由于明英总朱祁镇和全燕王镇的骚操作,二十万明军在土木堡全军覆灭,明英总也在此战中沦为俘虏,悲剧发生时,驻守怀来的明军目睹了整个过程,出了这么大的事儿,没人敢隐瞒消息,所以怀来守将当天便派人快马加鞭,将消息通报回京。 八月十六日,京师方面收到消息,举朝震动,人心惶惶。 八月十八日,为了稳定人心,孙太后任命英宗的义母帝城王朱祁育监国,召集朝臣,商议战守大计。 现如今,瓦剌冰封正盛,不日就会打到北京城下,而京城三大营又在土木堡全军覆灭,这该如何是好? 朱祁育把问题抛给大臣,指望大臣们出主意,可让人始料未及的是,大臣们此时竟然纷纷嚎啕大哭,整个朝堂瞬间哭成一片。 如此一幕,搞得朱祁育手足无措,呆若目击。 哭哭啼啼一阵之后,一些人渐渐恢复了理智,开始发表意见。 自负才学过人的汉林院士长徐有珍首先发言,燕之星象,积之历数,天命已去,唯南迁可以疏难。 意思就是说,我夜观天象,对照历数,发现如今天命已去,只有南迁才可以避过此难。 徐有珍说完,不少人立即附和,纷纷表示,形势危急,如果困守京城,援军不至,大名为矣。 主张逃跑的官员七嘴八舌,动摇人心,这让斯里坚太监金英非常不满。 金英当场贺骂道,若南迁,圣驾在口外,谁去迎回? 祖宗山陵宫阙谁来守护,比起许有珍之流,身为宦官的金英明显更有骨气。 不过,明朝此时的困境并不是守不守京城,打不打这仗,而是怎么打,由谁来指挥。 大道理,谁都会说,问题是谁能扛起这个千金重担。 金英行不行?不行,他只是个太监,没有任何军旅经验,哪里会打仗。 关键时刻,兵部侍郎于谦站了出来。 于谦首先在朝堂上挑明立场,建议南迁者,该杀。 难道你们忘了当年北宋南迁的教训了吗? 难道你们想让大明只剩下半壁江山吗? 如果我们撤退了,宗庙设计怎么办?黎民百姓怎么办? 现如今,我们应该殉国忘身,舍生取义,死守北京城。 一番怒吼后,于谦随即表态,宁正而毕,不苟而全。 我愿意扛起这个千金重担。 于谦的发言,振醒了朝堂上的官员,资历最老的吏部尚书王职, 以及时任汉林院修传的商禄等人,也表态支持。 在这些国之栋梁的影响下,原本举旗不定的朱旗玉也挑明立场。 国家兴亡,我愿意与京城共存亡。 当天朱旗玉便以监国身份,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, 授予其先斩后奏之拳,全权负责指挥北京保卫战。 8月19日,于谦臨危授命,召开了军事会议。 在会议上,大家望着一副烂摊子,军事一脸愁容。 英宗带走了京师三大营,现如今的北京虽然还有十万兵马, 但这些兵马大多是预备役和后勤部队,战斗力很弱。 而彼之战斗力的问题更大的麻烦还在于装备和粮草。 由于武器装备和粮草都被京师三大营带走了, 此时京城的守军惨到几个人共用一把刀一杆枪, 盔甲也只有几千副,还不及兵力的十分之一。 粮草问题亦是如此。 当时的北京城内没有粮草,京城东郊的通州倒是有数百万代粮食储备, 但是由于居庸关外已经出现了瓦剌军, 大家不清楚敌人什么时候发动攻击, 也不清楚居庸关守军能坚持多久。 万一守不住,瓦剌骑兵两天就能杀到通州。 很多人信心不足,担心粮草会被劫走, 因此建议一把火烧掉通州的储粮。 对此,于谦坚决不同意。 于谦认为不攻自愧是兵家大计, 敌人还没进攻呢? 我们就先自乱阵脚,还怎么保卫京城呢? 为了稳定人心,于谦随即上书, 请求朱祁钰下令调两京河南备操军, 山东及南京沿海被窝军, 江北及北京诸府运梁军增援京师。 于谦的这一建议,朱祁钰当然不会拒绝, 这时候谁会拒绝让外地的军队进京秦王呢? 所以朝廷的调兵命令很快便下发到各地。 不过,虽然朱祁钰的命令是下达了, 但具体能不能落实还是要看实际操作, 也就是要看于谦的实际操作。 面对巨大的工作压力, 于谦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, 废寝忘食,与时间赛跑, 主持并完成了五件大事。 哪五件事呢? 第一,派人到各地练兵, 先前朝廷下旨, 征调两京河南的数千备操军, 山东南直立的四千余备窝军, 江北及北京诸府的三万六千运梁军, 进京秦王, 但只靠这些兵力还不够, 为了增加兵力, 于谦委派监察御史白龟等官员, 前往北直立、山东、山西、 河南等地招募民状, 进行应急训练, 以备补充。 后来各地增援纷纷抵达, 京城兵力也激增至二十余万, 形成了兵力数量上对于瓦剌军队的优势。 不过, 这二十多万大军中的精锐并不多, 大约只有六万正规军, 此时明军的整体战力仍然堪忧。 第二, 发动群众改革军制。 由于军队的整体战力并不乐观, 于谦命人, 传习京城周围周县和山西河北等地, 要求这些地方的民众拿起武器, 视情况打击瓦剌军队, 切断其后路。 在发动群众的同时, 于谦还改革了军制, 将传统的三大营改为十个团营, 并裁汰了一部分老弱残兵, 从剩余军事中重新挑选于丁、舍人、 工匠、火夫、守门军兵进行训练, 使其能适应未来防御作战的需要。 后来于谦又临时抽调京城内的木匠、 瓦匠、石匠, 将这些人统一编成工程队, 一面加固北京城墙, 一面大量收集砖石、木材、石灰、工具等物资备用。 经过一个多月的整军备战, 明军兵精粮足士气大震, 战斗力又明显提升。 第三,抓紧时间打造兵器, 鉴于军队缺少兵器的问题, 于谦命令公布加紧赶制盔甲武器, 并命令南京方面拿出三分之二的库存兵器, 紧急调往北京, 但远水解不了尽渴, 为了尽快筹集兵器, 宣服总兵杨洪, 居庸官巡守, 都指挥同志杨骏, 冒着被瓦剌军袭击的风险, 带人从土木堡收集到了明军溃败时丢弃的头盔, 9000余巷, 甲5000余剑, 火枪1.1万余杆, 火冲2万多只, 火箭44万枚, 火炮800余门, 这些搜集来的装备,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明军的装备荒, 第四, 不拘一格, 降人才, 土木堡之战后, 很多突围逃回的明军官兵, 害怕因为战败而被问罪, 没有回京报道, 选择了藏匿, 于谦得知情况后, 认为这些人虽然打了败仗, 但都是精锐, 完全可以利用起来, 便请朱祁玉下旨, 赦免了土木堡之战中的军事, 在赦免的同时, 还有奖励, 凡是重回军中者, 一律赏银二两, 不良匹, 后来, 为了进一步鼓舞士气, 于谦还向朝廷上书, 要求启用一批有罪的将领, 如先前在阳河口, 被瓦剌军打得全军覆灭的都督同之时, 以及先前因为征安南失利, 而被明宣宗贬为庶民的老将王通等人, 朱祁玉对于谦的这一建议再次采纳, 于是石亨等人便得到了重新启用, 第五, 解决粮草问题, 民以石为天, 粮食是军队的命根子, 必须赶紧把通州的储粮运到北京,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, 于谦先以官府的名义, 征用五百辆大车, 同时动员百姓及官兵家属, 亲友自备车辆前往通州, 日夜不停地向京城运粮, 运费由官府支付, 能运多少算多少, 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, 至于剩下的粮草, 于谦想到了一个妙招, 就是交由外地秦王军队负责, 所有受召秦王的军队, 皆预支半年军饷, 但朝廷现在没钱, 军饷以粮食形式发放, 想一次性拿到半年的军饷吗, 那就先去通州取粮, 然后再入京, 常言道,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, 在朝廷的政策鼓励下, 北京至通州间的运粮队伍, 川流不息昼夜往返, 不几天的功夫, 通州的几百万弹粮食, 就全部运进京城, 并储备了起来, 京城有了足可以吃一年的粮草, 军心随即大震, 民心也得到稳定, 事实证明, 人与人之间就是有区别, 缺兵, 少粮, 兵器匮乏, 人心涣散, 这么一副烂摊子, 如果交给一个庸才负责, 必然还是烂摊子, 但交给于谦负责, 他只用一个月, 就能把问题一一解决, 并且处理得井井有条, 北京保卫战的备战工作, 有条不稳地进行着, 而与此同时, 朝堂之上的一场政治风暴, 也即将到来, 8月23日, 督察院又督御史, 陈毅上奏, 王震, 祸国殃民, 害得皇上身陷敌营, 如此恶行, 不灭族, 不足以平民愤, 陈毅的慷慨陈词, 可谓是一时激起千层浪, 点燃了满朝文武, 对王震的怒火, 一时之间, 朝堂上乱了起来, 大臣们纷纷上奏, 争相向朱祁玉弹劾王震, 此时的朱祁玉还不是皇帝, 他只是监国, 也就是代明英宗, 行使职权而已, 见到这个阵势, 他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, 杀了王震同党, 灭了王震全族, 很容易, 也就是一道旨意的事, 可问题是, 王震是明英宗的心腹, 其党羽也是英宗的心腹, 而此时的英宗, 虽然被瓦剌人俘虏了, 但他依旧是明朝的合法皇帝, 朱祁玉只是监国, 他怎么敢擅自处理, 英宗留在朝中的心腹呢? 由于不敢下这道命令, 于是朱祁玉便在朝堂上打起了太极, 表示, 百官暂且出宫待命, 此事今后在意, 今后在意, 开什么玩笑? 见朱祁玉犹豫不决, 百官们怒了, 纷纷表示, 既然已经撕破脸皮, 就没有回头路可走, 现在王震虽然死了, 但他的同党还在继续操纵朝政, 如果不处理这帮人, 今天在场表态的官员, 事后必会遭到报复, 反正总是一死, 那就只能一条路走到黑, 拥立成王朱祁玉做皇帝, 就在当天, 百官们挥起拳头, 打死了王震的心腹, 马顺, 毛贵, 王长等人, 并将这些人的尸体, 拖到大殿上, 威胁朱祁玉表态, 见到如此疯狂的一幕, 朱祁玉怂了, 他也想做皇帝, 可这个皇位, 哪是自己想做就能做的, 最起码也得先问问孙太后的意见吧, 可明英宗朱祁镇是孙太后的亲儿子呀, 老太太怎么可能答应这种事儿, 思考再三, 朱祁玉决定不做这个出头鸟, 他在百官咒骂王震党羽时, 悄悄起身打算逃回后宫, 远离这个是非之地, 如果当时朱祁玉跑了, 在场闹事儿的大臣们就完蛋了, 因为被大臣们打死的马顺, 是锦衣卫指挥使, 而锦衣卫指挥使可不是一般的职务, 百官当众打死马顺, 这是死罪, 统统都要砍脑袋, 马顺虽然功夫不怎么样, 但他手下的锦衣卫要想收拾在场的文官, 还是很轻松的, 而在场的大臣们此时也是集体智商掉线, 均未能意识到危险正在降临, 关键时刻, 虞谦又一次成为拯救者, 在百官们七嘴八舌时, 虞谦保持着清醒的头脑, 他很清楚, 现在绝不能让朱祁玉溜走, 于是就在朱祁玉准备开溜时, 虞谦一个剑步冲到朱祁玉面前, 拉住他的衣袖并大声说道, 王震罪当朱九族, 马顺是王震的余党, 其罪也该死, 请殿下下令赦免百官无罪, 虞谦响亮的声音, 惊醒了在场的所有人, 顿时大家的智商恢复, 纷纷要求朱祁玉表态, 面对这种不给个说法就无法收场的情况, 朱祁玉很明白, 今天自己必须挑明立场, 否则局势将无法稳定, 无奈之下, 朱祁玉只好壮着胆子, 当众宣布了马顺等人的罪行, 并宣布在场官员无罪, 下达了这道命令后, 朱祁玉等于是与哥哥明英宗开战了, 他此时也没有回头路可走, 也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, 8月28日, 大臣们纷纷上书, 请孙太后改立朱祁玉为帝, 姚尊被俘的明英宗朱祁镇为太上皇, 大臣们此次上书是有备而来, 因为明英宗被俘后, 曾被瓦剌首领野先压到宣府城下, 要求守将杨红开城出营, 而英宗对此不敢违抗, 竟然照办, 落了个叫门天子的骂名, 由此大臣们便纷纷禁言, 设计为重, 君为轻, 表示现在的英宗已经成为瓦剌军, 攻城掠地的政治工具, 不适合再继续做皇帝了, 孙太后其实也是明是理的人, 他虽然在乎儿子的安危, 但他更在乎大明江山的安危, 最终在百官的上书下, 孙太后同意了让朱祁玉即位, 9月初六, 朱祁玉正式即位, 改元景太, 视为明代宗, 而当明代宗即位后, 明英宗的皇帝身份便随即失效, 只能被称为太上皇, 失去了他曾经拥有的一切。